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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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街 57號世界珍寶建賞大會 開始 好 首先歡迎各位蔡佳麗麟 我們世界珍寶建賞大會的建賞 今天不得了 今天呢 我們來了一位伯伯 然後這一位伯伯呢 現在已經90歲了 歡迎傅伯伯 好 那傅伯伯的話呢 其實呢 如果 我剛剛還特別問了一下 我們秦大哥 如果在過去的話 我應該稱呼傅伯伯什麼 應該要叫王爺對不對 應該叫貝勒爺 貝勒爺 貝勒爺 您好 不是 應該要跪下來 以前的話應該是這樣 所以 這不是跪下來 是打個籤 打個籤 那傅伯大哥你會嗎 傅大哥你會嗎 等一下我表演一下 等一下我表演一下 待會兒要表演一下 對…表演一下 傅大哥會是不是 打籤 打籤這樣子 您會喔 好 那待會兒呢 我們要好好來聽一下 傅大哥的故事 因為呢 如果往上追溯的話呢 他應該算是道光的後裔 對不對 道光皇帝的那個... 最後五十一皇帝 宣童 宣童 你看那個朝代多遠了 所以他今天帶來了 價值非凡的東西 他家裡面的家傳寶貝 全部帶來我們節目現場 待會兒我們要好好來看一下 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傅大哥的 這個傅伯伯的女兒 傅羅蘭 傅姐妳好 大家好... 非常高興來這個節目 我也是這個夢想街 五十七號的重視觀眾 是 我看契學的節目好久了 大概有好多年了 感謝 還是那麼陰陰瀟灑 因為妳是看著我節目 長大了對不對 對 好 來 趕快換一下佩佩 佩佩 妳好 謝謝瓜哥 大家好 佩佩上次還參加過我們節目 他們家的珍藏也很多 而且她本身呢 跟一一的話呢 都懂設計 所以他們收藏的東西也非常的珍貴 待會兒呢 也要來看一下佩佩的東西 好 好 另外呢 我們要特別邀請到的 就是我們的健駕大師 我們的秦士林 秦老闆 歡迎秦老闆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秦老闆今天帶來了 非常貴重的儀器 我們今天呢要經過 最起碼三台儀器以上的檢測 那當然是 這個我們把一些寶物啊 經過我的眼光跟機器的這個 數值的判斷 我們給大家一個驚喜 好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在這個開錄之前的話 我們的前置作業呢 大約在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副大哥呢 我們的副老 那個秦大哥 秦老闆呢 也把所有的這些寶物呢 全部都看過一遍 這是我們在前置作業上面 做一個非常嚴謹的一個鑑定 那待會兒呢 在所有的一個 這個珍貴的一些寶物當中呢 我們會挑幾樣的儀器呢 來仔細看一下它裡面呢 所蘊藏的奧秘 我們的節目呢最主要呢 就是要告訴觀眾 怎麼樣認識這些珍貴的珠寶 或者是古董 然後呢 藉由認識這些珠寶古董的過程當中呢 懂得怎麼樣去欣賞 以及鑑別這些珍寶 好 我們趕快歡迎一下我們佩佩 歡迎佩佩 好 首先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佩佩所珍藏的東西 剛剛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應該都不是你的東西 我告訴你 女生比較喜歡那種彩色的寶石 但是其實如果當我擁有這些東西之後 我反而會很想知道說 這些長輩送給我的東西 到底值多少錢 因為女生對於 妳這樣會不會太現實了 不是啦 會想要知道這些東西到底是 因為對於玉佩不了解啊 超級不了解 因為就連我走在路上 看到就是有一些古萬店 他們有很多那種玉佩有沒有 就是我都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會分辨不出來 就會很好奇 所以今天要請那個秦大哥 幫他好好地看一下 那些東西就表示妳很有人緣 真的嗎 很有長輩緣 長輩會送他這些 對 像我就沒什麼長輩緣 長這麼大了 都50多歲 快60歲了 沒人送我這些東西 長輩都直接送現金 因為剛好遇到就是我結婚這樣 然後我結婚的時候 我們的長輩們 都有送我們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會覺得這是我的嫁妝 就是要是將來 我跟老公不知道怎麼了 至少這些可以保命 對 所以我很想知道說 我到底有多少保命錢 那老公們結婚的時候 有沒有像過去那種結婚的儀式 就是早期訂婚的時候 就要什麼黃金 然後弄得 因為妳跟那個依依是一塊結婚 我記得沒有錯 我們一起結婚 但是訂婚是分開的 訂婚分開 然後結婚一塊 對 那結婚的時候 妳身上帶了什麼東西 會不會做比較 其實那時候也怕 譬如說她的老公送了依依 送了五克 然後妳的老公送妳兩克 那怎麼辦 對 我們那時候就會怕說 親友們會比較 所以我們乾脆出場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帶 我們就只帶裝飾的東西 沒有真的帶有價 可是我們本省的風俗 妳多少會帶一點金飾吧 金飾在訂婚的時候有帶 訂婚的時候有帶 就第一套的時候有帶 清雪 你知道嗎 我結婚的時候 我岳母送我一套黃金的 什麼金戒指 金錶鏈 金項鍊 戴起來 看起來好像金光寶器 開心得不得了 現在人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好 來 我們第一個 先來看一下佩佩的這個東西 好 這有點像我們 這有辦法帶嗎 這有金牌啊 對啊 這是金牌 這好大一個喔 這個是我之前就是 我嬸嬸 因為我爸爸的 爸爸媽媽很早過世了 就是我阿公阿嬤很早過世 所以是我爸爸是由伯伯跟嬸嬸養大的 然後所以嬸嬸 有點像是我爸爸的第二個媽媽 然後 長嫂鼻母 對…她很辛苦的就是 維持了整個家族 所以她後來得了乾冰 因為太辛苦了 然後要過世前一兩個月 她就有給我媽媽說 要把這個 我結婚的時候要交給我這樣 就交給我跟姐姐一起 所以我在想說 她應該是滿貴重 因為她平常都是 自己過得很辛苦 然後把好的都留給我們 整個家族的人 是… 我就覺得還滿有意義的 所以你們這個家庭 還算是滿傳統的呢 對啊 因為在我們古的時候 因為兄弟姐妹多 有的時候姐姐跟那個侄子是同歲 姐姐的兒子跟那個侄子同歲的 對 所以有的時候 就在這個備份上 越拉越遠 對 所以你說在那個 有的時候 比如說在清明節去掃墓的時候 在那個池塘裡面在拜祖先 那個年紀輕的反而都在最前面 因為備份比較高 年紀大的八九十歲了 就像我們父老先生這樣 可能還過敏 就備份跟年齡不一樣 不一樣 對 像你的這個伯母對不對 他可能年紀比你父親大很多 大很多 就是把他當媽媽 所以這個是 嬸嬸那時候送給你的 它裡面的話呢 這邊是帶緋色啦 蜜糖色的 對 中間這邊的話就是 綠色 而且它好像有點透耶 透度還可以 然後它的亮度也不錯 來 請那個錢大哥幫我們看一下 我一看這個玉配 我就有一個看法 其實這個玉配 在以前是配在腰上 真的 它不是戴著脖子上 這不會太大嗎 配在腰上 我看現在配的都小小的 這個就叫配玉 這麼大一塊掛在脖子上 那是太俗氣了 我們中國人配戴玉 就是君子溫良如玉嘛 對 就君子的話就會帶配戴玉 比如說男生配戴玉 配都配在腰際 很少有配在脖子上 就現代年輕人 可能都把那個扣雞放這邊 然後以前是放那個去配戴 是... 扣雞 扣雞 你是講出你的年齡了 扣雞 你四十歲 我爸爸以前 是... 我被發現了 好可怕喔 原來你也經歷過扣雞那段聲音 幼稚園有聽過 對...應該是幼稚園的時候才有 王爺 我問一下您 早期的時候那個玉佩 你有沒有戴過 我看那個王爺都會戴 那個一個搭搭的玉佩在這 戴 不但戴玉佩 你看像虹隆隆的賈寶玉啊 對 就戴那種銀的那種像圈 還有玉的那個鎖 玉鎖 玉鎖 玉鎖...鎖型的 那要配這邊的話呢 那有 也帶 也帶... 這個我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這狗尾序雕了 其實在過去封建的時代 真正有公民的人 或者是貴族才有辦法配玉 一般的比如農民啦 或者商人一般 除非很有錢 對 一般是不會配玉的 那配玉呢 這個代表了社會的地位 代表社會地位 這一塊玉看起來 就不是那個古時候的玉了 現代的 現代的 這個是翠玉 翠玉在中國呢 也不夠也就是200多年 對 並沒有很長的時間 以前的所有的玉 全部都是和田玉 也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中國玉啦 軟玉 軟玉的 這一塊是翠玉 這塊翠玉 厚度感覺起來 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厚度好像比較薄了點 薄了點 我剛才上過顯微鏡了 這塊玉看起來還真的還不錯 好 來 佩佩您自己菇呢 您自己菇是菇多少 差不多五萬吧 五萬塊錢 這個等於是嬸嬸送的啦 是 這也算是一個家傳寶貝 來 佩佩現在菇是五萬 我們請那個秦大哥 幫我們好好評估一下 這個應該是算三彩吧 三彩 三彩 目前是好 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15萬 這麼高啊 好高喔 還不錯喔 因為這塊很大一塊 這塊就是水頭垢 然後它的這個匪的部分 跟這個綠色的部分 那個都是A的 都是A的 都是天然的 所以這一塊玉 憑良心講 如果喜歡的人 買15萬可能還買不到 花15萬買不到 所以它其實是15萬以上的價值 也是15萬以上的價值 因為它其實最重要的 應該是這幾塊綠的地方 這個綠的地方 綠的還真的 很巧喔 就在這個角落上 這個地方 現在只要有碰到綠的東西 都貴到不行 而且是A貨的 對 好 來 這個要好的保存下來 好 對 另外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你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送的喔 對... 我自己比較少會買 對 齊大哥剛剛講說 他人緣很好的確 人緣很好 來 這一個 這個鑽戒 應該是藍寶石 藍寶石 這藍寶石的鑽戒是 也是送的 對 這個是我 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就聽我朋友講心事 他就說他爸爸 常年在中國大陸工作 然後他媽媽很想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在中國大陸 搞不好有包二男或什麼的 就是感覺整個家庭不完整 那不是想爸爸 是懷疑爸爸 對 懷疑爸爸不回家了 對 就很可憐 然後所以我就說 那你爸爸怎麼想他 就是他爸爸也一直想說 就想回來 可是回來台灣 又沒有工作什麼的 我就後來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在台灣的新竹 剛好也有工廠 我就說那要不要我幫你介紹一下 這樣 其實我那時候才大學生而已 我就是隨便這樣 口頭介紹一下 沒想到他爸就真的因此去 那個工廠工作了 等於說我讓就是我整個同學 他們的家變完整了 你怎麼那麼人脈這麼廣 你還可以認識到... 認識到... 沒有 剛好都是同學 公司的高階主管 還可以幫他安插工作進去 沒有...沒有這麼厲害 是我認識那個朋友 他爸爸開工廠 對 所以我認識 其實也是大學生 對 這太神奇了 我比較激迫 然後愛教朋友 然後他媽媽就送我一個 就是感覺好像是很厲害的一個 其實妳就說到了 說到很多家庭的一個痛處 尤其在十多年前 很多的台商到大陸以後 經營得不好 或者工作變不好 可是回不來了 為什麼回不來了 第一 怕丟人現眼 第二呢 他把所有的投資 都在大陸用盡了 回來以後沒有資源 你說真的要找個工作都不好找 因為年齡上面 比如到四五十歲了 去哪裡找工作 所以變成怎麼樣 卡在這個大陸 變成流民了 我有一次在這個大陸 在一個包廂裡面唱歌 突然有一個台灣人 就拿那個酒杯來 跟我們哈拉 說他是嘉義人 他像玉姑之嘛 就請他喝酒 結果他坐下去不走了 你知道嗎 奇怪 怎麼一來不走 應該說打個招呼就走了嘛 結果後來一問 就是在那邊當陪酒 對 不是陪酒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工作 他就知道到這個歌廳 看到有台灣人 就湊一下 可以吃點東西 喝點東西這樣 這樣滿可憐的 其實這一代裡面 我們其實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大陸這樣子 蹊徑的一個問題 所以您剛剛做了一件好事 對 我做了一個好事 而且你這個好事 還要有點本領 像我還做不到呢 不是 他送我說 我還不敢收 因為我想說 這是真的藍寶石嗎 他有沒有直接叫你嫁到他家去 沒有 我那個同學是你的 我的同學是你的 OK 對啊 然後我想說這個藍寶石 他媽媽就這樣送給我 我那時候收下的時候 超不好意思的 通常會送這種藍寶石 或是鑽石的話 都不懷好意 想說要我去當媳婦是不是 對啊 如果是男生的話 女生就OK啦 好 我們可以顧家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大概用這個放大鏡看過了 這個藍寶石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有一個指紋狀的 一個內含物 這是一顆天然的藍寶石 感覺上呢 應該是在三顆它左右 三顆它左右 從它的內部我們來看 應該不是西蘭的 因為沒有西蘭藍寶石的 那個內含物的一個跡象 所以應該是泰國的 我的看法 那也是泰國的 至於說價格 台子我們就不算了 單就是主食來說 這顆藍寶石 價格 現在的二手市場 價格多少錢 來 請見價 18萬 這麼高啊 它送了這麼貴的 天然藍寶石 18萬太貴了吧 這個是三克拉 三克拉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顏色等級 顏色 顏色 其他哥為什麼會給到18萬 因為它這個的話是泰國的 泰國藍 但是這個顏色 是個顏色的藍 我覺得還不錯 一般的泰國藍都偏黑 這個泰國藍比較 應該講說帶一點絲絨 帶一點絲絨藍 還是不錯的 如果是這顆是西蘭的話 這顆藍寶石 應該在50萬以上 50萬以上 太貴重了吧 所以那個秦大哥是說 這個藍寶石的部分 但是旁邊這些是 這個賺台大概打起來的話 應該在2萬5到3萬之間 沛沛 你那18萬還不夠啊 對 可是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一個家庭到底值多少錢 所以可見爸爸在那個 大陸的時候 應該也賺了不少錢 人緣好喔 人緣好 人緣好就是好處 結果有人送 所以這個要好好的留著 而且它應該還滿適合你的啦 這個東西還滿適合的 對 可以留著 我跟沛沛你 雖然沒有什麼不認識 沒交情 但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滿善良 然後面移幫助的人 好心有好抱耶 其實沛沛這種長相 根本就是那種婆婆啊 什麼的會喜歡的型 對啊 就是長輩員非常的好 真的喔 有長輩員的 那應該以前要就是 好好的多介紹一些 對 多送一點 其實如果年齡 我也應該算你的長輩 如果我這樣看 如果我今天有帶東西 我也想送你 真的嗎 真的 為什麼 可惜你已經結婚了 他不想送了 幹嘛這樣子 你可以發善心去幫助別人 就這個出發點來講 我就值得鼓勵 值得鼓勵 謝謝... 好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個東西呢 是翡翠的一個玉醉 其實這一個翡翠的話 應該要兩個故事一塊講 這兩個應該是同一個故事啦 對 這是我媽媽給我的 哪一個是媽媽給你的 這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對 其實就是給我們姐妹倆啦 哪一個是給你的 就沒有特別分耶 但如果要的話 我應該會要比較大的吧 就是你跟一一人一個這樣子 對啊... 這兩個是... 這兩個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就是 因為我媽媽以前有一個朋友 他在就是經營 類似這種珠寶店 然後他差不多在十多年前的時候 周轉不靈 他先生發生了一些狀況 然後等於說他必須要趕快 把這些珠寶全部賣掉 所以他其實希望周遭的朋友 都能夠去跟他買珠寶 我媽媽就有去幫他買了一些珠寶 想要求獻 對... 過過難關 對 然後他也有說 他是有算我媽媽比較便宜 對 所以珠寶店經營確實很困難 有點困難 我常常聽說珠寶店 在這個經營上面有一些問題 對 那我所知道的珠寶店 因為他的資本太大了 資本太大了 就是他要周轉的時候 好像又... 他先生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因此有就是入獄 然後所以媽媽的朋友們 就是我一些阿姨們 都在流傳說 那他賣給我們的東西 會不會是賣有問題的東西 後來被人家抓走了這樣 對...就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好 那我問一下那個佩佩 如果是妳的話 妳會挑哪一個 我們把好的東西留給妳 差的東西留給依依 對 因為依依剛好今天凌晨的時候 但是妳挑了就不能換 我們待會兒請那個... 請老闆幫我們估價的時候 妳就會知道說這兩個 可能是價格上面有落差 是 妳選一個好不好 妳選一個 那我想姐妹倆呢 就是我選這個好了 這個看起來比較方正一點 而且雕花雕得比較漂亮 對 比較像我的臉型 妳怎麼會選這個啊 因為... 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 可能稍微年紀要再大一點 這個好像比較年輕一點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反正 我們就是把它拿來當作保存 那妳覺得依依會選這個嗎 可能會吧 因為依依她 她剛好今天凌晨生小孩了 恭喜 對 她剛剛寶寶出生我想說 那這個比較有媽媽味 比較像長輩的給她 好 來 我們先... 我們先估妳的啦 好 我們先估妳的 這兩個其實當時買入的價格 大概差不多都是八萬塊錢 差不多 那您估呢 您自己也是估 我覺得 因為她有說便宜賣給我媽媽 所以可能原價差不多十萬吧 我猜 媽媽那時候後來也沒有再拿去 給人家看過對不對 沒有耶 就是幫她個忙就擺著 想說搞不好就是之後就是保值 對啊 是 媽媽其實心腸也是都還滿好的 媽媽喔 搞不好媽媽也是愛買 然後就找這個 對啊 沒有 我沒想到 先來評估這個 這個 這兩個不大一樣的地方 其實兩個種都差不多 都是豆青的 那這看起來 這個白花的部分比較多 比較多嘛 對不對 而且顏色好像稍微比較深一點 是... 所以感覺起來 這個可能價格稍微差一點 在選擇上 特別注意 它不是比較大塊嗎 不是 大不見得好 主堡不能只看大塊 是... 那聽說一下 那個旁邊的香鑽的部分 咱們就先忽略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鑽台呢 就是關於...就是香的話 這個鑽台大概三萬五左右 來 我們就是有關於玉的主食的部分 大概二手市價多少錢 這個翡翠玉罪呢 當初買入價格約在八萬塊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十萬元 超好 我跟他說其實是買貴了對不對 其實最近這一兩年呢 翠玉它不斷的在提高它的價格 對 因為現在越來越少 所以它價格 如果是在十年前的話 這一塊行情價五萬 大概就是這五萬塊錢 那所以其實買貴很多 十多年前了 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所以這一塊的話呢 其實它也是... 厚度也是不夠厚 太薄了 然後後面呢 它封起來了 它是封起來的 封底的用意 是不是就不想讓我們知道 它有多厚 不是 它這封底有兩種用意 第一種就是說 它不想讓你知道它很薄 感覺讓你覺得比較厚 第二 它也許可以在下面呢 蹭一些顏色 如果蹭一些顏色你也看不到 比如說蹭一點綠色的 那你會覺得好像比較綠 這也是封底的缺點 它這個另外一塊的話 你說要給依依這塊也是封底 對 它也是封底的 那給各位看一下 它也是薄了一點 薄一點 而且... 封底 那它的顏色的話 是比較正綠一點 白色的地方比較少一點 來 如果按照這樣子講的話 剛剛秦大哥一講的話 應該這一塊會比剛剛那個十萬 如果是...如果是A貨啦 應該會比妳那個貴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 它是B貨的話呢 妳就害到依依了這樣子 就姐妹感情破裂 依依生小孩妳咧 依依...我想我明年吧 因為依依她一結婚完的時候 就是懷孕著的嘛 就沒辦法度蜜月 所以我想說等到明年 我度完蜜月 對 再懷孕 這樣子 妳們是有計畫的 對 有計畫 現在年輕人比我們那個時候 聰明多了 我們以前都傻乎乎的 因為依依懷孕 她的通告都只能丟給我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等她生完小孩之後 再換我懷孕 然後通告丟給她 所以呢 秦大哥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以前都傻乎乎了 不懂得要先奉子成婚 是... 以前都是慢慢來 可是因為依依她其實是人工受孕 她其實是先結婚 她已經先登記了 因為人工受孕 她是一定要先登記 才能做人工受孕 對 那人工受孕過程好辛苦 有一點辛苦 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就是她必須要每天一直打針 對 因為依依平常是個很哀哀叫的人 但我沒想到 她可以承受這些東西 就覺得好厲害喔 偉大的媽媽... 其實做媽媽 當媽媽才是真正的女兒 才真的有女人味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玉醉 當初買入價格呢 是在八萬塊 目前上上的行情價值多 請見價十二問 不錯... 顏色比較濃... 顏色比較濃 那個顏色比較差 但是這個比較乾 那個比較有水 比較乾是說 它顏色上面看起來 水口比較不好 就不會那麼亮啦 感覺這樣就有一點就是 怎麼樣 它的這個... 對耶 它沒有那麼亮 感覺沒有那麼亮 對 好 來 但是兩個都... 都不錯啦 算是媽媽買的話 那個... 也是給我們的領域 你看那個珠寶... 珠寶銀錄也沒有騙媽媽 對啊 所以她被抓走 跟那件事情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要懷疑人家 對 沒錯 好 來 接下來 這也是人家送的嗎 對 這個是... 這個其實算是 就是跟媽媽一起買的 因為我們有一次去南京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包機 就是還沒有直飛 還沒有直飛 就是我們都要經過香港 去大陸的話 都一定得經過香港 所以有一次過年的時候 我們全家人旅遊 就是做那種台商包機 回台灣之後 因為空機要回去嘛 所以那個機票都很便宜 我們就全家人一起 坐飛機去南京旅遊 在南京買的 對 可是妳以前妳... 妳有跑過那個嘛 那個... 台灣講逛大陸嘛 那時候跟我一樣都是 我們是敵對的啦 都去中國大陸 都跑去中國大陸那個拍外景 那她是台灣角逛大陸 我是中國大體驗 對... 然後她是我學妹 你看 後來就變成敵對了 然後呢 結果 妳怎麼會跑去大陸買這個東西 要是我不敢 真的嗎 要是我也不敢 其實那時候 她買20萬耶 不是 那時候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是跟旅行團 然後她會有購物在 然後呢 都沒有一個人買 然後導遊就很可憐 然後我們就... 就是非常的尷尬 我們就... 我們臉皮很薄 去每一個點 然後都... 就是司機跟導遊 都愁眉苦臉了 所以我們就後來就想說 不然我們就買一個 至少可以保值的 就是他們至少也有得賺 也回去有好教材 我們也可以買回家 她就是... 她又是她的菩薩心腸了 就是想說很可憐 不是 臉皮很薄啊 因為... 犧牲小我啦 真的 整車沒有人買耶 因為他們就報紙的 沒關係 他們有沒有那個一哭二鬧三上吊 跟你講說 你們不買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回鄉了 他們有講很多說 他們在那邊過得很辛苦什麼的 然後很希望我們能夠幫他們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行銷的方式 我還可以接受 我有一次去香港 它就不是這樣了 如果說你們不買 車子不開 我們這個態度就不好 把你關起來嗎 對 沒有 遇到這種我就不會買 我就會覺得很過分 我就會有反感對不對 偏偏我們不買了它太多又很好 我們就會覺得好可憐喔 對台灣行銷的方式 我覺得一定要這樣 吃軟不自已 我也吃軟不自已 我有點要呼籲一下 因為我們台灣的朋友們 買珠寶啊 別到大陸去買 那如果不是很熟的話 也別去香港買 很容易吃虧上當 我們在台灣買 又可以找到人 對不對 萬一買不對了 還可以回頭找他 是不是 不是 而且台灣很多的這個珠寶店 非常的 就是歷史非常悠久 你去買是OK的 你到大陸去買 你怎麼回頭找他 真的 你有可能 我現在把你建議 如果是假的話 你有可能跑去南京還給他嗎 不可能 對啊 我怎麼不知道他跑去哪裡了 你之後也是會認賠 非常明顯 希望你這個的話是A換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高度其實並沒有到很高 但是它的 對 並不厚 但是它是一個正綠色 但是我實際上 這樣子看正面的時候 這邊好像有看到兩個 有點類似石花的東西 在這裡白白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請其他哥 幫我們看一下 好 好 這個如果要花20萬說實在 我真的不敢 尤其是... 即便它是真的 尤其在觀光的那個過程中 去買一個這個 他買了一個便宜機票 為了去南京 結果買了一個20萬的東西 對耶 這樣想起來有點虧 因為我們所有的 就是一家人的那個機票錢 跟旅行費 加起來都沒有20萬 你們一家幾口人去啊 五個人 他五個人去南京啊 對啊 你說那個叫回頭機是不是 對 算回頭機 就是因為反正空著回去嘛 他就機票便宜賣給我們 是... 來 我們來上個光譜衣 其實買東西最忌諱 像我有一次去那個 上海那個昌華廟買東西 那邊 那我只買一個隨便試試看 花了大概人民幣 花了大概七八千塊 買了一個小的槌 我用這個放大金開 我覺得應該還OK 回來以後就發現不對了 一上光譜 假的 那就... 那個大概值個幾百塊錢 你這樣子也會被騙啊 你不曉得 因為他上了台 你就很難去... 去看出來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拿放大金看 我說我覺得應該是OK的 而且現在紡織的功力 說實在的真的很強 所以你要真的... 說實在的有點碰運氣啦 所以那個佩佩 自己也估了一個價格 就是不要賠錢就好 就二十萬 對 所以你也沒什麼信心是不是 沒有什麼信心 媽媽呢 這個是妳的主意 還是媽媽的主意 就是我們一起 我們三母女都是那種 就是算是好好好 那一趟你們花了多少錢 還是每一個人都買一個 沒有... 其實沒有買很多 大部分都是吃的一些小名菜 最貴的就是這個 就是想說 整趟都沒有人買 那我們又有好幾個購物在 那就幫他買一個這個 好 來 我問一下那個富姐 富姐要是妳的話 妳會不會買 不一定 看情況吧 所以還是有可能會買就對了 在大陸喔 在南京喔 也許別人幫我買的話 我就接受啊 別人旁邊的人慫恿妳的話 妳就會買了 沒有 她出錢 她的意思是說人家送她 那我也會買 那我會叫她盡量買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戒指 當初買入價格呢 是在二手外 現在的二手市價 應該是多少錢呢 請見價 真的假的 富伯伯當時台北市的房子 一瓶賣多少錢 其實今天大概 兩萬塊一瓶而已 兩萬塊 所以這個沒瓶的話呢 大概可以買一個 當時小套房了 那現在小套房的價格 是多少啊 台北市的房子 大概要一千萬吧 小套房到一千萬了 台北市房子啊 要啊 你不知道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媒體呢 目前上山行情價值大 請見價 大師講的 他我絕對相信 對 這很需要